國國風雨時間帶你來關心事 揮答執行長黃仁勳 日行就指出說 如果他要回台灣投資的話 那麼需要100億的綠電才足夠 好 這樣100億的數字呢 我們有可能達到嗎 經濟部長郭志輝拍胸脯掛保證 說我們是給得起的 只是引發質疑啦 說這難道是部長亂答應嗎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只有200億的綠電 甚至有國民黨立委就算說 這是郭志輝的膝蓋式反應 那麼郭志輝今天有最新的談話 帶你來聽 跟各位報告2026年 我們的綠電有550億度 所以增加出來 現在雖然是200億 但2026年有550億 所以這絕對夠 可以給他的 任何其他需要綠電的 的這一些研發中心 數據中心 我們都可以給 那你認為我是用膝蓋回應嗎 是不是 大家可以判斷了 550億度的這個容量嘛 這個餘量 那他只要100億度嘛 可以嗎 好 可以聽到郭志輝 依舊是非常的有信心 因為他說算一算 現在不是回答馬上就要這100億 而是陸續可能會來增加綠電的需求 那確實經濟部現在有相關的計畫 所以他說在2026年 包含風力啊 太陽能就可以來到550億度了 那麼現在大家也質疑呢 為什麼會不夠的一個可能原因 就是因為台積電呢 也會買這綠電呢 那如果又有回答的話 還夠用嗎 他就強調說 因為其實台積電呢 大概目前滿是50%左右 但是未來我們也會持續的增加綠電 以上就是國會的最新消息